印尼及菲律宾政府 拼命调整加施外劳的基本薪资 调升到新台币17500元 导动部表示 这违反了以往双边协调的作业程序 为了维护我国雇主的权益 导动部已经正式发函 印尼及菲律宾驻台代表处表达立场 附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六栋一旅军官老奶虫 在艺人李倩蓉等亲友 登上阿帕契直升机引起轩然大波 监察院今天以票数9比0 通过弹劾老奶虫 以及六栋一旅人士科科长陶国珍 和前六栋一旅旅长简聪冤三人 世大运射箭项目 今天进行反曲攻男女团体赛四强赛 台湾男女射箭队接其敗俄罗斯 8日将和地主南韩争夺金牌 文部的网球锦标赛 台湾网球最后希望 谢淑威与意大利潘尼塔组合 在女双16强对上非种子 格勒内菲尔德和凡德韦组合 两组熬战三盘长达一小时又41分钟 谢淑威在两度落后下 最终以2比1神奇逆转获胜 晋级8强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